女人在妓院干了一辈子 身体已被糟蹋的惨不忍睹 她看着阴嘴松手抖而掉落的烟袋 气愤地用手压烈火心怒道 女人原本也是温柔的小姑娘 却遇到了帅气多金的渣男 渣男与妓院老板合谋 骗女人与她结婚后 便以丈夫的身份将其迈进了妓院 成为了渣男的赚钱机器 女人本以为这辈子报仇无望 直到听闻了复仇者组织 说是留下一枚咬出牙印的金币 他们就会为你报仇血恨 女人自知生命无多 便便卖了所有家产 拿着换来的一枚金币 找上了街头的医生 医生听后接下了委托 并亲自前去调查 竟发现女子的葬礼连个灵棚都没有 她是豁出去抛尸荒野 也要向所谓的丈夫复仇啊 而且被妓院老板骗入封城的 远远不止她一个 很多穷人家的姑娘都有此遭遇 医生当即召集复仇者小队 兵分两路暗杀渣男和妓院老板 医生找到最佳狙击点 拿出了祖传的铅弹神弓 借助膨胀的肌肉 射出全力一箭 精准命中渣男的保镖 武士则趁势接近 锁定爬上了河岸的渣男 直接冲向目标一刀斩杀 留下渣男的头颅腾空飞扬 而另一边的妓院老板 刚嫌弃最近没有新鲜货色 就遇见俏丽的复仇者少年 当即色星大气 追着少年进入了预定的陷阱 直接被一张金帛糊在脸上 处仇者淡定地看着 妓院老板的挣扎 随着金帛的收紧 妓院老板结束了 他废恶的一生